末日来临时,我正准备回家过年,我所在的城市突逢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30摄氏度,我原本庆幸抢到了回家的车票,却不知道大年29是人类通往极寒的列车。 2024年2月8号下午4点,我挤在火车站进站口动弹不得,回家当天,整座城市突逢大雪,天空阴沉,我早早带着行李去了火车站,原计划是早点到,抢个后车厅的座位等车,可没想到还不等检票,我直接被堵在了进站路口,雪还在下,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我原本站在队伍末梢,没几分钟左右,两边和后面就又排了无数人,我反而在靠中间的位置了。 春运的人太多,队伍逐渐形成,排成一堵不见头尾的方形人墙,没人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天气实在太冷,我连脚趾都冻得麻木,前面的队伍传来抱怨声,听说今天车站里的车拳都晚点,是啊,我媳妇刚对我看了一眼,回沈阳的车拳取消了,就剩这一趟,那也不能让咱们在外面挨动了,这冷的都赶上三九天了,我听闻,兜里的手机掏出来去搜车票,果然,我回家的列车也都暂停发售。 我把疯狂掉垫的手机放回羽绒服兜里,用手攥着把它捂热,我不想错过回家最后的列车,只能选择继续排队。 一开始,我还能发散思维,想想列车要晚点多久,到后面天实在太冷,我脸冻得麻木,大脑混沌,眨眼的功夫就感觉眼泪要被寒风逼出来,一呼一吸,鼻裂的寒风仿佛冲锋的尖刀,要在我的喉管捅个来回,手即便藏在羽绒服大衣里,寒气还是毫不留情地啃视着仅存的余温。 我最后干脆放弃,拽着打赶箱,把下半张脸埋在围巾里,手放回兜里,低头闭眼当根柱子,我一度感觉自己站着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群推丧着往前走了两步,我强行抬起昏尘的眼皮,大脑在这场突然的降温里也被冻上了,一时间无法思考队伍里应该是出现了抗议,我能感觉四周的动静越来越大,逐渐到了草杂的地步,我试图点起脚,想往周围扫射一圈,还没等反应,身后的队伍推丧着我往前挤,我一 在观察起四周,发现了不对劲,我扯着嗓子响喊,但因为在外面动得太久,口齿不利索,直到眼睁睁看着前面的姑娘面露惊恐被人推倒,我一口咬在舌头上,终于会说话了,我一边带着舌头高喊踩到人了,一边往左边挪动身体,此时我左边大概还有四排队伍,右边则全是人,原本想从左边挤出去,结果左边的压力不减反增,有人怒目着往前挤,有人焦急地往队伍锡钻,人类的负面情绪一瞬间爆发,这下我是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想先从队伍挣扎出来,反应慢的就没那么幸运,站不稳的站不稳,摔倒的摔倒,身后的人朝排山倒海的压来,我不敢回头,转身就往车站外的天桥上跑,冷空气呛得我咳出眼泪,刚阳康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几步,我就感觉心脏剧烈跳动,手里的行李箱因为不断撞击,连带着我自己胳膊也震得发麻,紧哨声,哭喊声和火车到站的轰铃重重砸向我的耳膜,我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到了桥上,喘着粗气回头看了一眼,差不多有 30秒,我大脑是无法思考的,下桥的路上,我后知后觉,我可能要上社会新闻了,天气实在太冷,冷空气争先恐后的往衣服里钻,我整个人冻得浑身直发痒,打车排队200,人家手机电量也被冻的,就剩15%,我一口气把所有车型都选上,从火车站逃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害怕踩踏再次发生,不敢去人员匿急的地方,此时宁愿在外面挨动,也不想和其他人挤在旁边的店铺里,旁边有带着小孩的家长在和银行里避寒的人们沟通,大概是自己家孩子 小,希望给几百块钱让里面的人给让个位置,小孩看着状态还行,在大人身后玩泼水成冰,保温杯里的热水在空气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我看着看着头皮发麻,手指不受控制的打开百度,点击搜索泼水成冰要零下多少度,手机电量就剩2%的时候,我打到了勾选的6座商务车司机,多多转转晚了5分钟才到,此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大概是因为节后余生,我感觉有点凶嫩,上车后,我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打开微信,一连串消息弹出来,最上面是被 我置顶的家人群半小时前发来的截图,因为大雪,便是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了,我们都意识到不对劲,话拨过去的时候,爸妈正在家里最大的购物中心那边声音嘈杂,隔着电话我都感觉人挤着人,我和他们交代我,今年过年不回去,就草草结束了电话,我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攥着手努力将所有信息串联,极端天气,脱水成冰,航班取消,我在对话框里的字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我用干涩的嗓音开道,师傅,我加两倍的车费,咱们先去附近最大,的 户外用品店,户外用品店的人并不多,因为春节放假,勘店的员工只有两个,我冒着风雪进去,里面的人对我身上的冷空气冻了一个机灵,我开口就要买店里的睡袋,导购小姑娘很热情,拉着我打算给我详细介绍,我白手拒绝,直接要了店里防寒效果最好的,然后是拿了从小到大4S的防寒服用来后面叠穿,以及停电停气用来热水做饭的卡式炉,防身消防服等等,购物小票,我随手拍了照片就发到家里去,因为购买的东西太多,小姑娘看没什么客人,帮我一起抬 抬到车上,临走前我劝她也储备些防寒用品,小姑娘看着逐渐增多的客人,看起来并没有放在心上,我看着完全暗下来的天,不再多劝转,身上了车,回到车上,我顺着衣食住行用的思路继续行动,我打开饿了吗,试图屯吃的,几家大型超市都显示运力不足,其他商店也在下单时提醒订单约满,现状如此,我不打算继续在食物上浪费精力,之前因为疫情,我屯的物资够吃三个月,虽说不多,但是也够坚持一阵子,给家里人 留了个言,我指挥师傅去附近的药店,用来退烧的部罗分对以安积分,因为最近爆发饲养我家都有,但是极端天气很容易引发心血管供血的各类问题,我必须去药店预备这类药,因为今天是大年29,大家都下班早,等我到的时候,药店已经要关门了,我抓紧买了四箱暖宝宝医疗包和一些基础药,买完这些,外面的雪被大风刮得看不清道路,就是在家前,司机师傅也不肯改路线了,我囤这么多东西给他,看得心里发毛,只想赶紧做完这单,拉倒回家 收拾收拾,过年下车后,师傅主动帮我把东西运到单元门口,我原本还防备着他是不是想顺走我的物资,没想到他是真心帮我,我眼眶一热,想把防寒浮云一键给他师傅看,我笑笑,小姑娘,你自己留着用吧,真有什么事,你给我一个,法都不够用,他最后冲我白白手,转过身走了,我到时候能和家里人带一块就挺好的,师傅顶着风雪走了,他身影一下就被周遭的黑暗吞噬,我只能隐隐看到深处的车灯亮着,我没看几眼,就感觉雪花争鲜恐后的往 我眼睛里钻,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最后一条消息是半小时前发到家人群的药品清单,群里没人回复,我控制不住的有点胡思乱想,但不过两秒,我吸了吸洞浆的鼻子,开始处理龙人口堆积的物资,现实告诉我,不管怎么来看,都是我的处境更差一些,还是先保好自己的命再活着团聚吧,到家后,家里的温暖让我精神一振,我摸了摸暖气,还是热的,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我抓紧给自己煮了带方便面,简单撤口家里的视频电话就弹了过来,镜头里他们骄� 给我展示今天团的物资,除了我列出的清单,他们还额外买了声势灰,煤炭,太阳能发电机这些用品,小丑竟是我自己,我不甘示弱的展示我买的东西,镜头对面明显少了酬绪,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两地,展示物资是我们彼此间的打气,我们一定要度过这次寒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相见,划断视频之前,爸妈告诉我,POL是今天的温度已经跌到零下43度,和B是一样,也是突糟大雪,气温浓降,我自己一个人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这边历史最低温度也只有零下27度 现在暖气还热着,不代表后续闭市的供暖系统扛得住零下四五十度的压力,我要趁着情况还好早做准备,挂了电话,我就开始整理物资,先是把户外用品电送的密封胶,把屋里窗户缝全都堵上,然后又花费了一些时间研究太阳能充电板,这东西虽然没接触过,好在说明书写得清楚,一小时也就安好了 随后我把床清理平整,帐篷置在上面,尽量贴着暖气就是床,虽然是两米乘两米,对于帐篷来说还是有点小,我又拿着之前买的自嗨锅,方便面的箱子,把帐篷多出来的地方垫上,总算有个样了 之前买的防潮垫,睡袋,更拿一份放到帐篷里面去,其余的睡袋放在床边不远处,方便我后续随时够到 防寒衣物各备一件在帐篷里,其余的也放在床边,卡式炉先放在帐篷出口旁的小桌子上,后期如果冷可以挪到帐篷里来 卡式炉用的气罐比较重要,最冷只能在零下20度储存,我索性都拿到帐篷里塞进侧面 的挂兜,其实因为时间紧张,我买的东西并不多,整理起来不过三个小时,就全都围绕着帐篷安排妥当 花时间呢,还是在于梳理家里的食物水源 我把家里翻了底朝天,按照机汉条件抬个消耗优先级,统计完食物加水,足足够我支撑三个月 只要上面有能力解决,一定会尽快灾后重建,时间不会跨越太久 如果不能解决,那也是全人类的灾难,不过是早死晚死的事,三个月也够久了 收拾完这一切,已经是8号凌晨4点,我索性直接通宵准备6点去抢最后一部物资 外面的风声可怕,呼啸着仿佛要摧毁这个世界 为了提,神,我打开手机,开始刷抖音 一开始的内容还算正常,直到一个海南IP的用户发了一个雪景,海南下雪了 评论区的都在感叹,下雪好漂亮,明天去拍照打卡 只有个别用户爱好零度的湿冷,实在顶不住 大概是我在这个视频停留过长,被算法识别,再一刷新 全都是全国各地降温的视频 广东人披着大后棉袄,开始用围炉烤橘子,必是脱水成冰 东北IP晒从村里的房顶跳下去,整个人直接消失在厚厚的雪堆中 大家都发现天气的不对劲 在自然面前,人类很渺小,可我突然觉得极寒也没什么 当全人类一起面临极端天气,我也就没那么怕了 早上六点,我一口气又买了一些物资,完成最后一个代办 我总算松了口气,准备洗白脸睡觉 打开水龙头,刚出来的水还好,支撑着我刷完牙 等到洗脸的时候,水已经凉透了 没几下,我手指被冷水刺激地生疼 我只能先把洗脸筋先浇湿,晾一晾再凝干,简单擦个脸 回到卧室,我摸摸暖气,已经没昨晚那么热了 很乱,再次醒来时,我是被冻醒的 我抬手摸了摸鼻尖,有点冷多少度了 我打开手机,已经下午四点了 我所在的海淀区气温零下39度 微信群都在讨论全球降温的事 据说今晚新闻联播结束后会开启特别版访谈节目 参加访谈节目的除了央视名嘴 还有户外生存研究,天气等各行各业的专家 目前这场直播在线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两个亿 群里的人还在热火朝天讨论,买不到物资 我赶忙去几个app上挨个约个遍,又订了闹钟 防止到时候卡得进不去直播 早上六点,买的菜还在配送中,严重超时 这倒在预料之中 阵阵饥饿感传来,我从睡袋中爬出来 裹上帐篷里的羽绒服,又穿上新年专门买的红色厚袜子 掀开帐篷准备做饭 最先感到冷的就是我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脸 我打个哆嗦,顺手摸了下帐篷旁边的暖气 暖气片是温的,和昨天晚上回来时候的热度对比 明显已经有宫暖不足的迹象 我又往窗外看去,天仍然阴沉 外面的风咆哮着几打窗户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能看到一片白毛 风越刮越大,我瑟缩着脖子把窗帘拉上 开始准备醒后的第一顿饭 目前宫暖,燃气,电力还有 我决定还是先用这些,生活不动用应急的卡式炉 因为厨房防寒措施没有卧室做得好 我计划后续做饭,都搬到卧室来弄家里的电锅之前 为了存水,接了满满一锅 我倒腾半天才把里面大部分水淋到其他容器里 端着锅和几包方便面回了房间 等到水沸腾,我先加了方便面里的汤包,大火煮开 然后加入面饼,在上面撒上调料包和蔬菜包,盖锅焖煮 等了两分钟,我先开锅盖,把面饼调了的个头继续焖 因为大火焖煮,肉眼可见,变得金黄Q弹 看面好的差不多 我关了电源,掀开锅盖,为了减少用水量,非必要 我不打算增加洗锅洗碗的负担 我直接拿锅当晚,一筷子挑起一大口方便面,大口吸入 猪骨汤的香气扑鼻,在我口腔中肆意掀起惊涛骇浪 几口下去,面被我一扫而光 我又端起锅,咽下一大口热汤,体内的寒气逐渐消散 一锅汤喝完,整个人都暖和过来 我原本以为这两天冷漏骤降,大家都会待在家里 没想到我刚把锅用水冲完,防盗门突然被大力敲响 谁,我心中警铭大响 我现在的住处是个不大的仪式一厅 所以并没有请身边的朋友来过一个陌生人 干嘛在这种鬼天气敲我的门 我平时没少看末日丧尸文 深知极端条件下的人性扭曲,远比灾害本身更加可怕 突然的敲门,让我心里比平时更不安 我原本想装作没人在 没想到门外的人看我没有开门,敲得更加剧烈 似乎堵定这间屋里住着人 我担心声音吸引来更多的人 让事情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拎着电锅和厨房的菜刀就去门口谁 我恶声喊道,预想的丧失中年男人并没有出现 门外传来的阿姨的声音,她比我更狠 听到我的声音马上扯着嗓子不耐烦道 你这姑娘怎么敲门半天都不开 我刚要更凶的对回去,就被她一句话噎住 社区组织清雪工作参加的志愿者 能领一桶豆油和一盒鸡蛋,以报不报名 我愣在原地 一小时后,我全副武装加入楼下的清雪大队 我们小区留守的人并不多 年轻人早在降门前就回家过年去了 剩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等了孙子孙女今天回来,清雪刚开始 确实有效果,楼门口的积雪被我们清理的低矮了一大半 但是后面雪越下越大 最后几乎是从天上倒下来的 社区人员提前给我们发了物资 让我们赶紧回家 我原本以为大家扫雪都是为了免费的鸡蛋豆油 结果扫雪任务终止 有几个倔老头还是死胡不走 非要继续清理路上的雪 我在外面这会儿耳朵都要冻掉了 只想赶紧回家喝口热乎的 他们和社区人员的对话被淹没在风雪里 模糊不清 我和我老伴还等着儿子和媳妇回来吃年夜饭 你们不让我扫雪 我孩子找不到回来的路 到家脱下羽绒服 几大块积雪随着衣服的动作掉落在门口的脚垫上 我单手给饮水壶接了水 烧上,开了电热毯 就钻进帐篷的睡袋里 一静下来 耳朵的痛感更加明显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份疼痛一直延续到耳道深处 连带着头和牙都胀腾起来 十分磨刃 我强忍不适 脱掉身上被冻脱的毛衣 这会儿我身上的温度几乎和室外的雪没什么区别 躺在睡袋里缓了小半天 直到外面烧开的水都放温了 我才暖和过来 打开手机 新闻联播已经播了一半 很快就要到晚上专家的直播 我想拿今晚的直播下饭 做米饭已经来不及了 今天是大年三十 我往常家里总是要做十个八的菜 庆祝新年的到来 我现在显然没有这条件 想了想 我从冰箱里拿了一袋煎饺 对于北方人来说 有饺子才算过年 简单煎了煎 忙完刚好赶上直播开始 果然 这场直播不是一般的卡 我尝试用各大软件挨个点都显示无法进入 我抿着泡好的红糖水 最后还是放弃了跟吉人抢直播 拿之前没看的狂飙当店的榨菜 吃完饺子上锅 直播果然结束了 极寒的消息刷爆所有 APP热搜警号专家建议 每日不可过度饮用热水的警号警号美媒称 本次全球极寒 或因俄乌战争警号警号今日起 全国防空洞重启号警号居家抗寒 必备指南警号警号 莫合极寒警号警号某明星提议 拿罩子把地球罩起来 警号警号股市警号 我随手点开居家抗寒必备指南 整份指南非常详细 从生姜水去寒到预备药品 全都被罗列出来 非常清晰 我赶紧点了保存 只是这场极寒降临的突然 即使有防寒生存指南 能不能搞到物资又是一个难题 要不要出一趟门 我家其实离大型超市并不远 不行五分钟就到了 只是我目前的物资 完全够生存三个月 有没有必要出这个门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温度已经零下39.8度 估计今晚就要跌到零下40度 按照我平时看的小说 现在我应该洗个热水澡 抱着暖水袋 静静等待末日降临 可我没再重生 爽了令我做不到 就这么待在屋子里 什么都不干 等着其他人来救我 我不想这么被动的在末日求生 我要活着 我要求生 我要行动 有了下午扫雪的经验 我这次全身都加强了防护 首先是头部 我翻出之前买的3M排恩95口罩保护帘 去年必是全面放开 我当时买的口罩 刚好现在可以用上 接着 我开始在发热背心外面 别穿防寒衣 才穿了两层 我在屋里就热出一头汗 想想穿太多 行动也不变 零下40度 感觉多叠穿两条裤子 暂时还能硬抗 最重要的是脚部保暖 脚冷则全身冷 我把膝带省出来的两个暖宝宝都贴在鞋里 最后又往家后羽绒服的兜里 塞了把菜刀 2024年2月9日 大年30 晚上9点半 我出门了 傍晚刮起的暴风雪 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猛烈 尘土和雪杂揉在一起 像玻璃屑一样坚硬 随着风扑打在我脸上 现在我才知道 零下40度到底是什么概念 它不是单纯的冷 我原本是贴着墙走的 后面发现房顶上有很多冰坨子 时不时会对风刮下来 我只能走到没什么遮挡物的路中间 任停风吹 挺身向前 出了小区 我发现出来的人比我想象的多 通往超市的马路上 一长排红色的刹车灯看不到头 我一开始还想算算这些车堵了几百米 结果我越看越心惊 我心中祈祷 这些人赶紧骑车回家 后面只会越堵越厉 厉害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到了超市 货架上的素食早被一扫而空 保暖内衣和羽绒服模特身上 也被扒了得干净 一丝不挂 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这次降温影响面太大 最开始很多人可能还反应不过来 但官方通过直播下场 全球降温的一确认 事情的基调就变了 我拿一些别人不要的东西 什么家用小型烈火器 凡事林水龙头等等 又缩刮了最后一点食物 网收银台扔了200块钱 准备回家 回去了陆比来石南走 我把超市买的东西 一股脑塞进布麻袋里拖行 天上满是灰黄色的灼云 天色尽比傍晚还亮 寒风发出阵阵哀嚎 肆意地在城市里毁灭一切 我在惊涛骇浪中苦苦挣扎 久我根本挡不住肆虐的寒风 暴露在外的皮肤 仿佛被划了一刀又一刀 疼痛难熬 路上依然是红疼痛一片 往而还有不耐烦的鼻气声喇叭 我此时积累不出任何反应 但没什么多余情绪输出 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终于进了小区 因为小区里有居民楼的遮挡 情况比外面好一些 总算让我能喘口气 我加快步伐 又逆风走了几分钟 终于到家 一进屋 我先坐在地上缓了小 整天才有力 气把身上层层叠叠的衣服脱下来 随着衣服脱下 我的汗顺着额头脖梗无声躺下 因为整个人有点虚脱 我直接坐在地上思考 晚上吃什么 这两天连吃两顿方便面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决定今晚做牛排 只是我现在还是浑身没劲 只能先把牛排从冷冻层拿出来画上 去睡袋里泥一会儿 哪知道我这一泥 足足睡了十个小时 一打开手机 我发现已经是10号的早上9点 温度显示 海淀区已经创下历史新低 现在只有零下52度 我穿上衣服就准备做饭 顺手摸了下暖气片 一片冰凉 供暖已经不起作用了 趁着锅里的牛排在小火煎着 我再次加固帐篷里的保暖措施 手机信号时有食物 在牛排煎好前彻底切菜 我发而回呆 这种突然和世界断连的感觉并不好受 还好店依然有 只是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吃完牛排就缩回帐篷里 开着电热毯吃饱喝足 正昏昏欲睡时 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顿时警觉起来 三两步走到门口 我贴在猫眼上看向外面 门外是一道熟悉的身影 上次组织扫雪工作的阿姨 此时正站在我门口 边跺脚边得手哈气 我看见这样 连忙开了门 他倒没向上回嫌我开门晚 只是拎起脚边的大米递给我 我这才注意到 他身后放着不少物资 我心头一暖 没等道谢 他直接开口 说出了这次的来意 社区让每栋楼出个楼长 党员优先 我们楼里没党员 只有住我楼下的302 之前孩子上学的时候 年年评优秀家长 优秀家长说明 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我们55号楼二单元后面 要多多支持他的工作 楼长的任务 其实也很简单 每天确认邻居们的体温 物资情况 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来 大家一起想办法 社区的人交代完就走了 继续和楼上的人同步 这条消息关上门 我心里却隐隐不安 在那面前 我们真的经得住 人性的考验吗 当天 302的住户就进入了角色 这位楼长 不愧是优秀家长 确实认真负责 他在寒风中 挨家挨户敲门 询问体温 从他到八楼时 我就竖起耳朵 听着门外的动静 刚开始敲门的两家 都没人开门 一直到他不厌其烦地 敲响第三家人的房门 终于有人开门了 我努力回忆 之前扫雪的时候 八楼出了几个人 当时实在太冷 只想赶紧回家 隐约记得 一对年轻的小情侣 在我身后进了楼里 但是具体停在几楼 我还真没音响了 在我回忆的时候 八楼不知不觉地 没了声音 等我再回神 耳边传来光光的敲门声 我吓得一哆嗦 连忙巧声返回卧室 又装作刚听见的样子 高喊一声来了 开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 比我想象的要年轻的女人 她脸冻得通红 见我开门 打开了随身携带的 记事本性命 我随口编了个三宝 她认认真真记了下来 戴了手套的手 攥着的笔尖微微发抖 字写得歪歪扭扭 最后还漏了个点 登记完我的性命 她又在羽绒服兜里 掏出来一个电子体温计 冲我额头上笔划了一下 我看着零下 11.2摄氏度的体温 有点发猛 她面不改色的 在我名字后面打的对钩 然后把记事本一盒 再次开口 天冷没事 姑娘家的少出门 有事就到楼下302找我 后面我的工作 还需要咱楼里的住户 多多支持 我一一应了 她挥手示意我把门关上 我又再三道谢才关上门 关了门 我先假装回了卧室 转头又悄悄地 重新回了门口 楼内静悄悄的 我有点疑惑 不由地伸头像猫眼看去 一张放大的脸 瞬间出现在我面前 我吓了一口气 差点 越过去再定睛一看 是刚刚的楼长 一直站在我家门口还没走 我浑身僵硬 站了大概一分钟 她才转头 去敲隔壁邻居的门 我短暂地松了一口气 就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 等到她和楼里 全部住户打完招呼 我必须在门口 做一些安全措施 说实话 我们家隔壁住着什么人 我还真不清楚 之前我每天早上9点 出发去公司 晚上9点回 基本碰不到任何邻居 楼长离开 我也没回房间 继续在猫眼里 悄悄地看着她 敲了半晌901的门 倒是对面的903门先开了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 头发花白 精神气却足 这家我稍微有点影响 之前早上6点 老太太的儿子媳妇走 家里三四岁的小孙女 舍不得爸妈走 哭得肝肠欲短 我当时以为是偷小孩的 叫门欠了个缝 想看看怎么个事 老太太以为我要骂人 赶忙解释道歉 我当时也困 她没什么事 就关门继续睡觉了 事后也不知道 这家到底住几个人 这会儿 老太太开始跟楼长 汇报家庭情况 我这才知道 她和她老伴相依为命 儿子一家去女方老家 过春节了 现在就他们两人住 楼长照例用那个 不靠谱的体温枪 给老两口量了体温 又把和我说的那套话 说了一遍 就转身往楼上走了 我鼻尖都冻凉了 轻声回过室的帐篷里取暖 等到下楼的声音响起 我从帐篷里钻出来 套上手套 开始我 的计划 说是安全措施 其实我家什么工具都没有 小说里 说的绳子 水泥 钢丝 因为时间来不及 我都没有买 我只能把门口鞋柜上摆着的鞋 都放到储物间 转头把菜刀 烈火器 超市拿的辣椒粉这些东西 摆在了鞋柜上面 方便后面必要的时候 顺手抄家伙 整理完 我心里还是隐隐不安 我只是个普通人 遇到事情还是会害怕 想了半天 我又把卧室的衣柜 推到了客厅 他心里稍微有点底气 接下来几天 302都准时 撬向我家的门 也或许是我表现得很明显 从来都没有完整地开过门 之前的奇怪行为 就像是一场梦 逐渐他也能和我说说话 我从他嘴里得知 因为过年楼里的住户 其实并不多 总共加起来不超10个人 就连他也是 只有他自己住 孩子和家属在外地过年 我等他走回回屋 拿纸笔算了算 除了住302的楼主 8楼之前开门的住户 903是一对老夫妻 和902的我 楼内最多还有4个人 按照302的敲门 习惯先02再01 最后038楼的住户 大概略住在803 一楼二楼已经被雪埋住 一定没人住 302来了几次 到我这就会下楼 估计上面也是同样的情况 楼内还有一对情侣 那么4567 至少有两层是空的 算完一切 楼内的人数 比我想象的要少 不过 我心里也算对楼内 大致情况有了比 还没等我稍微放松 该来的还是来了 大年初六的晚上 这个本该和家团人的日子 我们小区断电了 断电的一刹那 我明显感觉 周围温度骤降 我把之前囤积的所有物资 都搬到帐篷旁边 贴着暖宝宝 全缩在睡袋里 在绝对的极寒面前 暖宝宝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夜里我把脚埋回 塞到膝盖后面的软肉取暖 可时没什么效果 动到天色微亮 我才舍得用卡式炉 可以烧热水取暖 热水的蒸汽 在屋内夸张的上旋到帐篷顶 我不舍得水就这么浪费 咬了半勺隔壁903的老太太 送的小米倒到玻璃煮 数了数自己剩余的燃气罐 心里也是一两 只剩二十来的一天 就算极限的只能三个 我也只能撑一周了 白天的温度渐渐回升 我确实困了 甚至稍微 暖和点开始补觉 等睡够了 在想物资的事 没想到没睡下多久 房门被重重敲响了 楼掌 这么冷的天也来 我缩在帐篷里 把枕头盖在耳朵上继续睡 不是我说这天就别出门了 这回的温度 我下床都费劲 更别提还要站在 落风的楼道里 外面还在不间断地敲 我被吵得头大 又不由得担心 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 又敲了一分钟 我套上四五层羽绒服 从床上下来 透过猫眼敲门的 确实是楼掌 但是他奇怪的表情 让我不由得想到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这几天302确实对我很关照 可对于他站在我门前 不走的事情 我心里还是埋下了 怀疑的种子 我拿起门口的菜刀 平住呼吸 打算看看 他一直得不到 我的回应会不会走 没想到一阵寒风吹过 903的门 慢慢嵌开一条缝 903的门没关 我心中的锦铃大作 这种天气不关门 无异于宣告死亡 我紧紧盯着猫眼外 在看到302弯着腰 去关隔壁的门时 全身的汗毛彻底炸开了 随着他弯腰的动作 中间一层的毛衣露了出来 903送我小米的时候 我特别不好意思 回家拿几个男宝宝在他怀里 老太太眉开眼笑地退回 指着自己身上红彤彤的毛衣说 这是他儿媳妇给他织的 特别保暖 小姑娘你看 他拽着毛衣的下摆 带着一丝炫耀 这还秀了我名字 我看着那朵花 歪着脑袋辨认了半天 您叫百合 老太太收起了笑容 看起来是被我无语住了 最后还是没忍住炫耀 说那是玉兰 此刻那件玉兰毛衣 穿在了302的身上 想到903那对老夫妇 我控制不住眼眶里的热泪 泪水滴滴答答落到我脸颊上 转眼就化作一片冰凉 我急咬牙关 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死死盯着猫眼 只见302关完门后 拱着腰点着脚 回到我的门口 慢慢把耳朵贴在我的门上 想到和他紧紧一门之隔 我身体控制不住地站立 302见我这真的没声音 又等了一分钟 终究是抵不住寒冷 先下楼了 一直等到楼下传来关门的声音 我才脱离 跪在门口掩练哭泣 我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哭到最后 直到脸上结了细腻的冰茶 我才收拾好情绪 回到了帐篷里 钻进睡袋后 李芝告诉我该赶紧睡一觉 养精蓄锐 可一分钟后 我还是坐起来了 我里三层外 三层套了好几件 保暖衣和防寒衣 最后披着羽绒服 打开了家门 这是 自那次超市行动后 我第一次打开防盗门 冷风猛地窜进屋里 我赶紧拎着菜刀和上门 903的防盗门中间 被垫了块石头 302应该是还没搜完这里 并没有把门关死 我把石头劈开 推开了隔壁的大门 若木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屋子 老太太的全家服 挂在墙壁上 她和老伴双双趴在厨房的瓷砖上 后脑的血已经凝成了冰 我把一件毛衣 劈在他们的身上 终于完成此行的目的之一 原地默哀十几秒 我为他们送的最后一个注目 我只给自己两分钟找线索时间 两人都是趴着倒地 说明是有人趁着他们转身进行的袭击 这种背后袭击 间接说明302小心谨慎 还可能是没把握一人抵得住 两个老人的反抗 杀人的目的 从时间开始断电后302才开始行动的 断电之前 她一直和我们和平共处 看起来是断电刺激了她 所以她必须通过掠夺的方式 去完善安全感 可为什么是903呢 之前我分析过楼层里的住户 其他楼层高 一旦我们三个人起立反抗 她很可能会被我们反杀 除非她在撒谎 楼 楼里根本没有这么多住户 甚至楼里只有我们三个住户了 想到这里 我再次体会了全身汗毛炸开的感觉 背后的风不知不觉变小了 我预感到了什么 猛地转头 302不知道为什么又回来了 此刻就站在我的背后 不知道看了我多久 我从没这么冷静 我用半秒的时间 整理了之前的所有信息 她物资匮乏 被停电逼到绝境 此刻体力一定不如我 我现在把气势做到位 应该可以吓住她 半秒后 我怒目举起手里的菜刀 大吼着向她劈去 我的样子大概很可怕 302看起来真的被我吓倒了 盯着我身后 面色大变 转身就往楼下跑 我一边继续吼叫 一边冲出 903哆嗦着手开国家的门 跑到半途 302应该是回过未来了 脚步声音一顿 然后更加急促地向上冲 我一把推开门钻了进去 在关门的一刹那 我看到她双目通红 表情猙獰的 提着手里的刀往酒楼冲 我确实被她亡命的样子吓到了 气势泄了一半 此时我哪敢和她对坦 拿起鞋柜上 放到辣椒面 往楼道里一甩 就关上门 外面传来一声惨叫 或许是903保佑 我还真撒到她眼睛上了 这是个好时机 我举起刀准备打开门 可拿刀的手 像被谁拍了一下 手里的刀突然掉到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正住 刀被砸在我鞋上 并没有划伤我 却还是挺疼的 我被这疼痛惊醒 这才想起最开始拿刀的目的 这么一愣神 302已经跑了 我捡起刀放在鞋架上 然后回到帐篷里 脱掉身上厚厚的衣物 这才发现 里面的保暖内衣 已经被汗浸透了 打着冷战 换好全部衣服 我终于有机会 好好躺在睡袋里 长时间不睡觉 我却一点都不困 全身心地去想 接下来该怎么应对 302应该不会放过我 除了正面缸 我还有其他办法吗 屋子里实在是冷 在家里逐渐沸腾了水 我慢慢有了计划 一天后 302果然没有死心 又来了我家门口 他先是跪在我的门前哭 说自己也不容易 哭了两分钟 他的脸颊上慢慢结冰 见我没有任何回应 他掏出怀里的刀 开始劈我家的门 他的力气比我想的小 但动作很绝 一时间 整个楼道里 都是光光的堕门声 我见时机成熟 在门口喊道 别砍了 门坏了 我们都得死 赖02砍门的动作停了下来 我见断继续说 你到底要什么 我们和平共处行不行 他低头怪笑 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要住在你这里 我果断拒绝 开什么玩笑 我可不放心 你住在我家里 他眼珠转了转 又开口 先给我一杯热水 我渴了 喝完我再和你谈条件 我在门后怒了 这时候要热水 你不是为难人 我天天就靠舔冰块解渴 你还保护要热水 不然别合作了 都死了算了 说着我就往屋里走 他赶忙又改口 要了几包方便链 和冻成冰的瓶装水 我这才十分肉痛地答应 那我们给你 我问道 我哪知道现在开门 你会不会砍我 女人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过了半分钟才开口 我去酒楼和八楼中间 你放完物资就关门 我又纠结了一会儿 才不情不愿地答应 见我答应 猫眼外女人的身形 激动得有几分颤抖 我装作回屋拿物资的样子 实则是把早就化开的水倒在 弹力往门口走去 302已经退到了楼梯外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门 就在我开门的刹那 女人几乎飞扑过来 菜刀直直地向我捅过来 我一把将盆里所有的水 浇到他头上 将盆护在身前 他的刀将塑料盆底 穿直直地插入我的腹部 我忍痛一脚 将他蹬到楼梯下面 快速关上门 背靠在防盗门上 大口吸了几口气 我才止住了生理性的颤抖 302的身上应该已经结冰了 如果不能取暖 他身上的冰根本划不开 缓了缓 我将绑在腹部和胸前的枕头摘了下来 绑在下面的枕头 已经被捅出了棉花 随着我摘下枕头 都啪哒一下掉在地上 我捡起来放在了鞋架上 然后捂着肚子 回到了小帐篷里 虽说有枕头挡着 但是腹部还是清理快 将卡式炉 打开 我缓缓闭上眼 终于结束了接连几天的高强度投入 我太久没有睡一个好觉 外面的雪还在下 我沉沉地睡去 睡到天昏地暗 睡到眼前出现一抹亮光 我死了 光太过刺眼 我不得不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我帐篷的顶 我微眯着眼睛 脱掉了身上的羽绒服 从睡袋里爬了出来 家里暗淡了许久的灯泡 最大化的闪烁着光芒 我擦着额头上睡出的薄汗 有点猛 来电了 社区人员带我下楼时 我刚好看到医护人员 打302抬上担架 他还活着 募送他被抬走 我很好奇 是怎么被评为的优秀家长 302的房门大开 我趁着没人注意 我走了进去 屋内是一张陌生的 全家福照片里的女人 根本不是我见到的这个302 我的血液倒流 当看到一群警察走进来的时候 效果更甚 他们拿着相机 对着屋内到处拍照 其中一个头发灰白的老警察 走到我面前 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直到警察局 我才知道 我是这栋楼 他刀下唯一的幸存者 他根本不是什么302的住户 而是我之前下楼扫雪 遇到那对情侣中的女孩 他和他男朋友 一点物资都没有 原本是住在这栋楼的 202 302的业主 看他们可怜 就邀请住到了自己家 雷小雪越下越大 物资本来就少 他们两个还不知足 和原业主的矛盾越来越多 最后失手杀人 第一次可能还是失手 后面冒充原业主当楼长 就是有计划的作案 两人用完了302所有的物资后 开始从四楼一层一层搜刮物资 七楼的业主临死前 拉着情侣中的男生 一起从窗户上翻出去跳楼 女生本来想收手 可是停电了 搜刮的物资 多半是食物和水 羽绒符合毛毯 不能抵御零下50度的寒冷 于是他把算盘打在了我们身上 我们九层 确实是最难处理的一 甚至其实他的原计划 也只有903一件 因为他其实打算 把所有事情安在你头上 警察同情地看着我说 我震惊 听着警察继续开口道 他本来想让你在他身上砍几刀 我一下就想起 撒了辣椒粉之后他的惨叫 他真的被撒到了吗 还是在给我反杀的机会 如果不是我的刀突然掉了 身受重伤的他 和作用无数物资的我 到底谁更可疑 就在我身陷思绪泥潭的时候 警察递给了我一杯热水 你也不用太担心 他丧心病狂到 把受害者的衣服都拿走 还冒充302元 业主的身份证据还是很充分的 不过还好你没有和他动手 不然这会儿 可能还要因为正当防卫走诉讼 我咽下一口热水 驱散了体内的寒意 临行前 我向警察提了个请求 他听到我的请求些诧异 但是还是把我想要的给了我 我带着老太太的毛衣 去到了避世郊区的墓的墓碑上 他依然笑眯眯的 和老伴葬在了一起 他的坟前 有刚送来不久的花束 我将他心爱的越南毛衣 摆在墓前 朝他拜了拜 冥冥之中 是他一直在守护我 这才没有让我吃亏 我擦了擦脸上的泪 再次朝他深深鞠躬 然后向着光明大步前行